原标题 在《游记》的故事中,他虽然从来没有出手过,也几乎没有现身过,带着一股神秘色彩的同时,也让我们明白,最强大的就非他莫属了,即便是后来成为咒战圣伯的孙悟空,也难以忘其相位。 为何说原始天尊是最强大的呢?这一点前文说过了,再提及一下,殿使和武当山的开山祖师当摩祖师有关了。 当初孙悟空遇到了黄梅老妖这一大妖怪,胆敢变成如来佛的样子,让孙悟空手足无措,无奈之下,找到了武当山的真武大帝。 真武大帝也就是当摩祖师,孙悟空请他出山降妖,看起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当摩祖师拒绝了,给出了一个让孙悟空无法反驳的理由, 那便是整个三界之中,只有两位大神能够命令他做事,一个是最强的原始天尊,另一个则是三界之主玉皇大帝了。 可由此可见,原始天尊的强大程度,威慑能力已经和三界之主的玉皇大帝相提运论了,那么作为三界之主的玉皇大帝,自身实力又如何呢? 在电视剧版的西游戏中,孙悟空大闹天宫,直接吓得玉皇大帝钻到了桌子下面,难道堂堂三界之主真的有这么不堪吗? 西游戏故事中的玉皇大帝,实力到底有多强,至少在原著中,是没有出现像电视剧中那样,竟然直接被孙悟空给吓到桌子下面的情景出现了。 对于玉皇大帝的真实实力,三清绝对是非常清楚的,不过太上老君从来没有说过这方面的东西。 这也让孙悟空产生了一个幻觉,仿佛玉皇大帝的实力真的很弱,即便是后来成佛之后,他也大闹天宫不悟,知道他成为万佛之祖,从然文古佛这里知道了许多三界的隐秘,才明白, 玉皇大帝是真的有本事做三界之主,如来佛也明,白玉皇大帝的强大,不过他不敢多问,当初第一次见到孙悟空,他说出,玉皇大帝修炼,经历了一千多次劫难,也是一种事态,不过没有神仙出来纠正他,他也拿不准玉皇大帝的真实实力。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在西游记的故事中,即便玉皇大帝的战力,比不过最强战神员是天尊,那也不是刚修道出来的孙悟空,可以指手画脚的,不然如来佛也不会再接到玉皇大帝的圣旨,第一时间就动身。 不过玉皇大帝为何对孙悟空这么好,那就没人知晓了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